看到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 现在走到这个部分 苏伟硕医师本来在12月25号晚上10点钟 要传唤他 可是这个时候高雄市三民二分局丢包 把这个烫手山鱼丢给了检察官 同时当天12月25号晚上的征讯 目前检方说是暂时取消 结果现在传出说高雄市长 陈其迈对于这件事情呢 他发飙了 他飙骂的原因呢 他说是他毫不知情 为什么呢 就是这件事情 你这个高雄市警局居然听警政署的指挥 反而把这个高雄市长当成了路人甲 陈其迈呢打电话给分局长飙骂 怎么只听警政署的指示啊 没有召会一下市长事 看到这边伟翰迫不及待 有话要说 这件事情走出来了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看政治新闻的时候 你就会看不清楚 一头雾手怎么会这样 报道那样都说否认又怎么样 我们用很简单的逻辑 ABC去猜取就知道了 当陈其迈市长否认这一则新闻 完全没有这回事的时候 他是否认什么 否认说我被中央架空 中央的警政署直接指挥高雄市警局 要去约谈塑尔硕医师 然后我当市长不知道 所以现在陈其迈市长你是知道赞成 还是说你是不知道但是也没生气 还是说你就是那个下令叫分局去约的人 对吧 就这三个你跟大家讲 你不要告诉我说新闻媒体 常常都讲说暗媒体不是事实 两个媒体不是事实 然后呢 暗媒体要内阁改动 没有没有 然后下一次就是来请照相请监裁 整个人都是这样 空穴不来风 各位观众朋友空穴不来风 这种新闻我就举个例子 讲完大家就听懂了 这个新闻怎么不是报道说 陈其迈下令高雄市的警方延办 结果行政员觉得不妥 所以叫警察局撤回 由检方来办 为什么不是这样报道 为什么会是陈其迈生气 警察局被直接跃拳去 我就跟大家讲 说跃拳其实说是在不精确 因为每一位 这个直辖室的市长的 这个下面的警察局局长 除了市长有任命权之外 警政署那边有管察权 所以其实每一个警察局长 都有两个老板 一个是警政署长 一个是直辖室的市长 跟县市长 那我今天开出名单来 郑兆新 叶元支 黄伟瀚 请那个市长 市长是马千惠 马家格格市长 你就挑一个 可是我们这三个名单 是警政署开过来的 所以他两边都是他的老板 都是他的上级长官就对了 那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很简单 因为苏尔座医师 你今天讲了这些话 该不该去查 我又想到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2013年的那个 造谣无罪的联署委员当中 也有陈其迈前委员 所以他当时可能也觉得 虽然那已经生气应该的 难免啦 这说就好就好 你再查就好 越查就越慘了 可能有这个情绪在里头 我其实已经刚刚一开始 跟大家做政治解读了 不是说不想查苏尔座 是发现他的副作用更大 所以要赶快提醒 太假 骂的人比赞的人多 所以这件事情肯定自伤民进党 对 现在已经伤了 伤到一个乱七八糟了 所以其实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现在的这个过程 包含卫福部的食药署讲说 难道我们只能让他一直讲吗 这个也是变成是经典的网友PO图 大家就PO很多的 那以前马英九 为什么让蔡英文拿个毒牛在面 一直讲 反毒牛 对不对 反毒牛一直讲 那他一直讲啊 所以我才讲 我上礼拜我来Cue杨志良跟邱文达 你们就失职了嘛 现在的陈时中知道要去查苏尾座 以前的这个杨志良跟邱文达 怎么没有去查一下当时讲毒牛的 包含苏尾座 所以苏尾座以前就反来记 现在反来记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政治操作啦 你又想扮他 然后发现扮他以后 明月四起反弹力更大 反来座人更多了 本来可能只有这个 200万人反来座 现在变成300万人了 所以啊 最好苏医师 你就自己撤回了 我插播一下 真的是洗版 几乎都是加一加一 他们觉得来记就是有毒 来记就是毒株 不是这个 这个其实说实在也有科学证据的 确实就是 可是他当然毒性不是那么强 可是他不能说他不是毒啊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八年前来牛奶的时候 我是不反对来牛 然后我希望标是来记 然后呢也不希望吃到来牛 现在莱猪要来的 我一样是不反对莱猪 不反对原因并不是我支持 而是我知道这是国际政治 其实常有人在讲啊 说哎 那个卫胜哥 你说的那个方释 苏医院是蔡总统这样说 反正我就接受了 但是因为我都嘛 说我理事中美国就要叫我们买嘛 所以我们就买 买了呢 我们就不要吃 不要吃 明朗不要吃 表情做当中放着 这是有的 这是没有的 本都清楚不再买吃到 现在不标是 不标是当然就容易吃到 所以就是拙视亲非 但这些事情包含了部长 特别是委员 我跟大家讲 因为昨天那个 陈志忠高雄市议员的那个 他的那个罢名第二阶段是没过的 黄杰是过的 王浩宇是过的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可能引起他的反对阵营 会跟他意见不同的 讨厌度越高的人 他越会过 那最后1月16跟2月6号 这两个黄杰跟王浩宇的 他们的罢名案呢 将会牵动这一次的 我觉得大家也在观望 包含了吴思瑶被罗斯祥点名之后 你看他的那个联席会的那个表决 他就不出席了 为什么 观众朋友 虽然立委 特别是立委 民进党立委 都不怕啦 但是其实内心会怕 因为明年的2月1号 就是任期满一年 可以开始提立委的罢名案 罢名都说很难 怎样王浩宇的已经过关 黄杰也可以 哎哟 跟我们今天 黄文汉那时候说 可不可以用球 风火连天 现在今天是这样 对啊 来啊 再来笑嘛 所以重点就在于 确实是会有很多的罢名案 我不知道会不会过 可是呢 加上萊豬的这一点 大家越看越轻啊 你们这些日历以前都反萊寺的 现在大家都举手说我支持 其实我们的选区 我就是给你们罢名啦 很有可能会赞成 所以现在我所知道 民进党立委 其实他也在想说 那到底怎么办啊 去找柯仙明说 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啊 如果票数够了 我可能那天我就请假了 云林的可能就是那一天就 干脆被你罚一万块啦 党团夹洞嘛 那我没有去 给你罚钱好了啦 没错 我的地方 我来跳我卡 他们去刷刷刷媳妇 我就不来了 所以这就是压力 当民众的怒吼声越大 苏伟受医师的 那个事情就会说 然后呢 内部的这些旗舰就会出现 然后呢 立委在立法院的表现就被检视 然后呢 就会开始怀疑说 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我下一个任期 包含了这个任期 会不会直接就被罢名掉 这就是压力 这就是民意 对 就是民意 我们看到目前在线来到3.9万人 那么还是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很多的网友在上面一直留言 加一加一加一 他们就觉得呢 这个就是 加一是要看那个 看格格装 那就60万 60万 还有小腹子 还有小腹子 对 好 那其实大家就决 民意嘛 对不对 民意蔡政府看到了吗 我不用说 我还没有从8月底开始 8月28号之后说要那个 我这边是很多民调 对 民调 从11月底到12月中好了 好不好 就是蓝绿并成嘛 我们看到 你这张是为了我准备了是不是 怎么样 因为我上次拜有讲 就是说有关于 卢秀燕市长的那个事件 是 当他告诉美国人 我们现在台湾的名义 是六七成 不要莱猪的时候 然后有人跑出来 不好意思啊 美国人 对不起 我们丢你丢到国际的时候 我讲说 拜托找一个 要莱猪高于不要莱猪的 民调有看看 但现在问题是 现在你看千惠列出来的 这四个民调 一面倒啊 你不要说都是蓝营做的嘛 台湾民意七七会 这游云荣的 六十六点六% 不要莱猪嘛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支付是七成嘛 TPPS是58 然后ET TODAY是65.5 我知道了 可能自由时报跟三年还没做 做出来的话可能会有 那我们就等 也有可能是做了 不敢公布 拿不出来 我们就再等 就是说或许说 这个TPPS会不会是 这个ET TODAY其实并不是啦 所以至少 ET TODAY跟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根本没有所谓的蓝的问题 也都是六成六跟六成五 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数字 都不要莱猪 莱猪是高于要莱猪 要莱猪我们也尊重 有的人讲说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快点啊 我想要做想要吃莱猪 也有这种人啊 那没关系 那问题是 这种人不是所有人 有的人不吃 像我就不想要吃莱猪 不想要吃莱猪 就是我怕会吃到 而且我更怕 更多经济弱势的人 他们其实有可能 他根本没有选择